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双人对决的第二赛季今天开始了 超人也是第一时间来上分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赛季该怎么玩 什么? 拜 搞错了,再来 第二赛季超人的上分思路是这样的 开局升级向日葵,种上闪电芦苇 放一个僵尸机问候一下对面 然后种一个热辣海藻 这一局对面的植物种得也很快 僵尸机偷家的计划失败 那就不要放僵尸了,专心升级向日葵 由于全明星僵尸的削弱 前期的植物不需要种很多 专心升级向日葵 到了第三回合 把原始坚果墙和猕猴桃种出来 原始坚果墙可以防对面的 机枪豌豆僵尸和全明星僵尸 冷却时间短,阳光少 而且大原始坚果墙被摧毁之后 还会生成一个小原始坚果墙 好的,我们又可以升级向日葵了 到了第五个回合之后 全明星僵尸解锁 但是阳光消耗变多之后的 全明星僵尸很难充正 咱们还是优先把向日葵升满级 正好这一局对面在用全明星僵尸 充我的正 超人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现在全明星僵尸多难充正 因为五阶的植物很快就解锁了 直接种到场上来 对面的阳光也支撑不了 持续放全明星僵尸 所以呢,超人只要把原始坚果墙 和热辣海藻持续种上场 对面就没有办法破阵了 第七个回合可以放铜仁了 点满三个增益的铜仁非常的强 超人感觉 这个版本谁先放出铜仁 谁就稳操胜券了 当然了,不要一味的放铜仁 铜仁顶在前面 我们就可以在后面 种一些机枪豌豆僵尸 章鱼僵尸之类的 可以帮助铜仁迅速的破对面的阵型 当然了,有铜仁顶在前面 破阵最快的还是全明星僵尸了 铜仁一马当先 机枪豌豆僵尸在后面提供远程火力 全明星僵尸加速冲刺 这一波攻击下来 对面场上的植物就所剩无几了 想要翻盘几乎是不可能了 超人觉得这个打法应该是很稳的 好的,超人用这个战术 成功进阶到了宗师锅 我们直接去领取一下奖励 铜锅的奖励是不能再重复领取的 从银锅开始 赛季的奖励就重置了 可以领取 对超人来说最关心的就是钻石和基因原制了 因为目前来说 基因编辑玩法需要的基因原制 只有在双人对决的段位奖励里才会产出 好的,大师锅,宗师锅,奖励全部领完 我们再去把任务点一下 今天的每日任务 还有本周的任务全部都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些经验可以升到多少级 只有9级 这个赛季给的紫色植物是爆炸结梗 好的,领完奖励之后 我们看一下幸运转盘 果然这个赛季还有豌豆药剂师 希望超人还可以得到五个碎片呢 超人真想获得一个完整的豌豆药剂师啊 不过超人昨天才运气爆棚 抽中了瓷砖萝卜 今天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如我所愿了吧 果然没有抽中啊 没事,赛季还长着呢 我们先来换一下新的背景 春来 感觉这个背景比第一赛季的好看呢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 获得了50个精英原制 可以直接抽5次10连 这里呢,我们就全部抽光 直接放结果 超人觉得精英原制抽中了什么植物都可以 反正每种植物想要升满阶都不容易 好的,这个赛季的精英原制全部用光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